你化妆vs你前任的现任化妆 你化妆 美瞳真的太难戴了 再试一次 眼都快瞎了 好吧你就放弃了 粉底液就像直接糊在脸上 从来摸不开 现在还在用手拍拍拍 另的妆像一张大饼 眉毛一直是最黑的还化眉头 眼影一直是五颜六色 见男朋友眼皮子一直这么夸张 眼线化的像蚂蚁爬的一样 为了高鼻梁可进化 化的男朋友不喜欢 还浪费好多化妆品 口红也是一年就这一个颜色 每天自信爆棚 感觉自己就是最美的 男朋友说 我们不合适 知道问题在哪了吗姐妹 前任的现任化妆 美瞳一次就带进去了 不会就多练 毕竟做美女的各个小心机 可以不做但是要会 人家的底妆都是最轻透最轻薄的 从来不用手直接用粉铺拍 人家定妆也不是啪啪全拍脸上 她见男朋友会统一脖子和脸的颜色 眉毛也是只化后面一截 眼影只用一个颜色 因为她男朋友看腻了前任的五颜六色 怪不得每次看见她眼妆就像梅花一样 睫毛那么长还没有苍蝇腿 眼线也是只化眼尾 好吧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男朋友跟我分手了